第201章 遭遇战 等等 伊拉卡挥手让两名队友停下 怎么了 贝罗卡不解问道 看那边 伊拉卡指了一个方向 贝罗卡看去 有一个八九岁大模样穿着木叶忍者制服的人者和两个同龄人在和居民们询问什么 这里居然还有木叶忍者 不过卫士魔只有一个人带了护鹅穿制服 贝罗卡有些不解 要么就一起不带不穿隐藏身份 要么就答应一起穿 这两个不穿一个穿是什么意思 察觉到视线 卡卡西也朝着贝罗卡寄人的方向看去 看着寄人的肤色 卡卡西瞬间警惕了起来 这可不像是晒黑的颜色 小心一点 我们可能碰到打伤巨鹰的忍者了 他们没有带护鹅 卡卡西低声提醒麦特凯和带土道 好黑啊 这些人难道属于我们上次碰到的云影忍者吗 虽然卡卡西没有指明方向 但肤色不同的云影三人组 很快就被带土看见了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 卡卡西回答道 他没有把话说太死 上次的云影一开始就伪装成了眼影 这次也可能是眼影伪装成的云影 现卡卡西他们发现了 伊拉卡直接抽出了背后背注的利剑 雷之国和火之国目前处于战争状态 看到了敌对忍村的人者 还是看上去实力不怎磨强的 那自然要开赶 把他们引到旁边的山上去吧 在这边打会波及到居民们 带土左右看了一下说道 这里都是木质房屋 要是哪个被他的火盾给波及到了 那肯定要被烧煤 带土说的有道理 麦特凯树起大拇指认同道 嗯 在山上战斗的话 各种忍数产生的动静也比较显眼 容易让木月老师知道情况 卡卡西想了想点头认可了带土的策略 到时候 要是敌人实力太强 直接火盾烧山木月 肯定知道出事情了 三人没有犹豫 直接腿部发力跳到房子上 然后在房子上行动 朝着山的方向奔去 追 伊拉卡立刻下令道 然后也跳上旁边的房子 朝着带土等人追赶而去 期间 双方在房顶上 还进行了一波 忍惧投掷的较量 不过三个云影的水平 都很一般 不如卡卡西和带土 追赶时还要注意 闪躲袭来的手里剑 等到了半山腰的地方 带土 卡卡西 麦特凯三人一起 停了下来 跑啊 怎么不跑了 贝罗卡捏了捏拳头 然后摸了摸刚刚脸上 被手里剑划过的血痕 表情变得有些猙獰 他此时很生气 被一群毛多么长期的小孩子弄伤了 我对付那个拿剑的 凯解决那个比较壮硕的云影 带土你阻止剩下的那个 卡卡西一脸冷静 迅速分配道 拿住剑的伊拉卡 看上去像是领头的 可能实力最强 本来是应该让 他们这边最强的麦特凯对付 但对方看上去 擅长剑术 卡卡西担心麦特凯因此吃亏 于是便想着擅长刀法的他 来对付 怎么搞的 好像我去对付一个最弱的一样 带土忍不住吐槽到 到他就变成阻止剩下的一个了 当然 他也就嘴里说说 实际上 眼睛已经紧盯着哈一罗了 目前敌人实力未知 和谁都一样 这个年龄 他们应该毕业 不会超过两年 迅速解决吧 也许还有一个更强的牧业忍者在附近 与伊拉卡对抗 带土迅速甩出树道 手里剑 限制了哈一罗的行动 而麦特凯也直接进入 颜值呼吸状态 朝着贝罗卡冲去 木叶旋风 麦特凯所展现出来的速度 出乎了贝罗卡意料 大意之下 贝罗卡直接给麦特凯 一脚踹得狠狠撞到树上 贝罗卡 你在搞什么 别大意了 伊拉卡发现 队友居然瞬间 就被踢得撞到树上 皱着眉头怒赤道 不过伊拉卡 很快就默空关心队友了 因为他发现 眼前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刀法十分凌厉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魔好解决 需要他全力应对 该死 居然这魔快 贝罗卡红着脸大骂道 他这可不是害羞 而是红温了 战前放狠话 结果还没碰到 就被一脚踹飞 实在是太丢脸了 这就快了吗 我的青春 可是才刚刚开始燃烧 麦特凯大笑了起来 然后飞速地朝着贝罗卡宫去 别说八门顿甲了 他可是连全集中呼吸都还没用 吃过一次亏后 贝罗卡就知道 眼前的木叶忍者不简单了 不能用年龄去判断 砰砰砰 两人拳拳倒肉地 不断进行近身战斗 虽然贝罗卡看上去更高大 肌肉也看上去更多 但麦特凯长期进行 大量断体体魄训练 还修行了对体魄 加持最强的颜值呼吸 一时间两人难分高下 这个人是从酿胎里 开始锻炼的吗 居然体魄这魔强 贝罗卡心中无比震惊 要知道 时常修炼雷顿人体术的他 本来就比正常体术忍者强壮 结果居然压制不了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 贝罗卡冷静不下去了 直接爆发查克拉 使用雷鼠猩猩之变化 携带着雷电的拳头 朝着麦特凯砸去 麦特凯见贝罗卡玄 藏住一手 不仅没有慌张 反而还变得更加兴奋了 更将的敌人 才更值得打扮 才会让他的青春 燃烧得更加热烈 So 麦特凯使用T闪身 躲过了贝罗卡的雷顿人体术 轰隆 贝罗卡鞋带着雷电的拳头 狠狠砸到了树上 直接将大树打得断裂 炎之呼吸 拳击中呼吸 八门盾甲 开门 开 摸清楚对手的实力之后 麦特凯直接进入拳力状态 身体能力大幅度提升 准备一口气解决敌人 第202章 震惊的云影门 八门盾甲突增的查克拉 拳击中呼吸的极强体魄 两者同时使用 让麦特凯身上气势突然暴增 不可能吧 难道刚刚还不是他的权力 贝罗卡有些不敢置信地 望着爆发的麦特凯 他觉得 就算还没生下来 就开始锻炼 也不可能再降了 但现实不会因为 贝罗卡的想法而改变 麦特凯靠着极快的速度 瞬间冲到了贝罗卡的面前 猛的一拳轰出 贝罗卡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只见麦特凯动了动 下一个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碰 在麦特凯的强大权力之下 贝罗卡瞬间被一拳打得倒飞了出去 为是磨 他能这磨快这磨强 被打飞的贝罗卡脑中 忍不住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他修炼能强身健体的雷顿人体术 还是天生强壮的雷之国人 居然在体魄强度上被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碾压 他不明白这是未尸磨 木叶刚立旋风 麦特凯没有留给贝罗卡更多怀疑人生的时间 一拳击飞之后 麦特凯又爆发力量 飞速跳起 朝着贝罗卡踢出一记旋风腿 轰隆 巨大力量轰击到贝罗卡身上 他眼睛猛地瞪打 瞳孔极度扩张 整个人像是被打出去的炮弹一样 急速飞出 砸断一棵又一棵的大树 直接昏死了过去 成功解决 麦特凯忍不住大笑起来 为自己竖起大拇指 麦特凯迅速解决对手的同时 带土也直接火力全开 火盾 好火球之术 带土迅速接应张嘴 吐出一颗三米多高的巨大火球 朝着哈一罗砸去 居然能在这个年纪 用出这样的火盾 难道碰到什么天才小队了吗 望着那来是汹汹的巨大火球 哈一罗心中十分惊讶 先是被罗卡 被那个穿绿色紧身衣的小孩子踢飞 接着又是这个傻里傻气 护目镜的小孩子 用出强力火盾 哈一罗有些不妙 好火球的飞行速度不算快 所以 哈一罗没有应接的想法 立刻使用顺身术 想要闪走 羞羞羞 用出火盾完之后 带土立刻甩出大量手里剑 封锁了一个撤退方位 哈一罗看到袭来的手里剑 没有犹豫 立即改变了方向 火球砸到地面上 留下一个焦黑的坑洞 哈一罗却没有时间关心火盾的余波 因为带土冲上来了 岩支呼吸 全集中呼吸 带土直接爆发呼吸法力量 猛了上去 看现带土这个忍树型忍者 居然敢冲上来 哈一罗瞬间大喜 这个年纪 已经把火盾练得 那么厉害了 总不可能体数还强吧 啪 碰 双方进行着 拳拳到肉的激烈体数战斗 但令哈一罗默想到的是 带土的力量和速度 居然不比他这个成年忍者要差 甚至因为带土拿到先机的缘故 居然还将他压制住了 这次的敌人 好像有点弱啊 带土嘴里嘀咕了一句 他感觉自己的忍树还可以 体数也就一般吧 他冲上来是想找机会 用凤仙花找红突袭一手的 结果居然把对面给压着打 把他整不会了 带土属实 有点不太不习惯 训练战斗的时候 体数交锋 一般他是吃瘪的那个 哈一罗听到了带土的话 瞬间绷不住了 当面被吐槽弱 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 该死的小鬼 让你看看 我们云影忍者的真正实力 暴怒的哈一罗故 不得查克拉的消耗了 直接各种雷顿人体数 招呼上去 雷顿人体数是很消耗查克拉的 因为云影的雷顿人体数 基本上都需活化肉体 这代表在外凝聚雷电的同时 还需要在身体内部消耗查克拉 当然 消耗大也输出强 雷顿人体数破坏力 都是一顶一的强 即便是使用了雷顿人体数 在带土的眼中 哈一罗也是不及研制呼吸加 八门盾甲的麦特凯 轻松用替闪过哈一罗的攻击 带土抓住哈一罗的破绽 左手在背后进行单手结印 迅速甩出四把 带着火焰的苦雾 火盾 凤仙花找红 附带着橘红色火焰的苦雾 飞速刺破空气 抵达了哈一罗的身前 怎么可能 明明没有结印 来不及闪避的哈一罗 满脸都是震惊神色 他都没有看见带土结印 居然使用出了这种高级火盾 轰隆隆 剧烈爆炸声响起 龙玉火光将 哈一罗笼罩 等待火光消失 爆炸烟雾散去 带土上前查看状况 发现哈一罗已经死去 哈一罗胸口上插着四把苦雾 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火焰烧伤的痕迹 虽然已经没有了气息 但哈一罗的眼睛还是睁开的 保持住一脸震惊表情 这个技巧终于拍上用场了 带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当初他练习凤仙花找红的单手结印 真的花费了好大的精力 结果平时训练对战的时候 几乎没有起到大作用 也就比比走位的好火球要好一些 将自己负责的敌人解决 带土发现迈特凯那边的敌人也被解决 就剩下卡卡西负责的那个敌人 还在和卡卡西进行激战 卡卡西刀数灵力 而他的对手伊拉卡 也有着一手不简单的雷盾剑术 蓝色的电光僵利剑覆盖 每一次劈砍都威力十足 让卡卡西不敢应接 一时间落入下风 卡卡西你真骂啊 我和阿凯都已经解决了 带土黑笑着说道 身体紧绷 随时准备冲上去帮助卡卡西 别废话了 快点上来帮忙 这家伙实力比较强 卡卡西一边闪躲一边迅速说道 卡卡西并没有想要独自解决的想法 能群欧安全解决 何必逞强单挑 木叶旋风 麦特凯瞬间从侧边冲出 踢出一记旋风腿 逼得伊拉卡只能停下进攻 进行闪躲 居然是三个天才吗 真是运气不好啊 伊拉卡暗道倒霉 他没有认为是队友实力太差 而是觉得卡卡西等人实力太强 他自己的队友实力 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都是经验丰富的中人 结果居然被纳摩迅速地解决 至少要换掉一个 伊拉卡心中发狠 逃是很难逃了 死他也要拉一个垫背 换一个木叶天才不亏 多伤一个都是赚了 第203章 任务结束 契约通灵兽 麦特凯发起攻击之后 带土盯着伊拉卡 见伊拉卡想闪躲 带土也立刻冲了上去 而这时的伊拉卡已经心中下定决心要一换一了 所以 面对带土的攻击 伊拉卡不闪不躲 直接硬抗 忍着痛楚 朝着带土挥出了携带雷电的利剑 带土没想到 伊拉卡硬吃自己一拳 居然能反击 根本来不及反映着迅捷无比的雷剑 枪 就在这时 一把短刃出现在了带土的眼前 挡住了袭来的雷剑 而麦特凯 也再度迅速朝着伊拉卡踢去 小心一点 防止敌人以伤患伤 卡卡西眼睛 紧盯着伊拉卡提醒说道 和没有人物经验的带土麦特凯不一样 他遇到过这重情况 敌人看见走投无路于是不畏生死的进行反扑 知道了 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吃亏两次 谢谢 说到最后的谢谢之时 带土的声音变得极其微小 虽然这两个字不是什么难念的字 但一想到是对卡卡西说 带土就感觉这两个字 简直是世界上最难念出来的字 但这次卡卡西确实是救了他 让他免于受伤 带土还是说出来了 不知道是因为太过关注于战斗 还是根本没听到 卡卡西没有给予带土回应 而是一心对付伊拉卡 伊拉卡的实力不弱 不顾一切 想要以伤换伤的 更是让伊拉卡的危险大大提升 但同时面对三人围攻 伊拉卡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他虽然想要以伤换伤 但不可能硬吃带土的好伙球 而卡卡西和麦特凯 不会让他闪避的过于轻松 逐渐伊拉卡的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而卡卡西三人却只是有助体力 以及查克拉的消耗 木叶大旋风 麦特凯抓住机会 一脚把伊拉卡踢飞 雷顿 伟岸 塔卡西立刻施展了 自己目前最强最快的远程雷顿 粗大的雷电大枪 急速地冲向被打飞的伊拉卡 直接将伊拉卡的身体 轰出焦黑血洞 呼 终于解决了 塔卡西叹了口气 心中放松了一点 伟岸这种高级雷顿消耗 主打的就是高消耗高威力 被这样一下打中不死 也得半死 这次的敌人真不行啊 都不用沐月老师出手 就被我们解决了 见伊拉卡 直接被卡卡西雷顿打死 代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他已经在想回去 怎么和野原灵 讲述天才忍者 实习声语制播代土的 精彩任务经历了 先是时破尾托人难处 再是摸到了巨大黑鹰的大脑袋 然后急速解决 敌对忍村忍者 然后再帮助打不过的卡卡西 一起将最后敌人解决 代土想了想 把最后一段 改成了卡卡西敌人实力较强 大家一起解决 毕竟卡卡西这次帮了他一下 他们的实力并不算差 算是很正常的一个忍者小队 卡卡西摇了摇头说道 代土和麦特凯 很少见正式忍者 但卡卡西 无论是自己忍村的人者 还是敌对忍者 都没有少见 他知道 不是对面太财 而是他们这支小队实力真不弱 以卡卡西的经验来说 将上人老实去掉的话 他们这支队伍总体实力 可以吊打卡卡西上一个班级 一直在旁边观战的穆月 心中暗自点头 代土和麦特凯的实力 都逐渐成长了起来 卡卡西也算是经验丰富的中人 三人合力 可以尝试着挑战实力 普通一些的上人 大家都表现不错 平时的训练 没有白费 穆月走出来微笑说道 穆月老师 代土看见穆月露出笑容打招呼 听到穆月的话 卡卡西露出思考神色 然后问道 穆月老师 难道刚刚你在旁边吗 穆月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回答道 我离开的时候 担心你们遇到敌人 就愤出一个影分身跟着你们 结果不用我出手 你们就解决敌人了 嘿嘿 穆月老师 我的火盾表现怎么样 代土走到穆月身前 黑笑道 穆月揉了揉代土的头发 笑着夸赞道 抓住机会的能力很好 没有浪费查克拉释放 无效忍数 从前代土总想靠好火球输出 结果屡战屡败总是输给麦特凯 现在的代土 终于把好火球 当作逼走位的手段了 不奢望靠好火球解决敌人 得到了想要的评价 代土露出满足的笑容 穆月没有独宠一人 对于弟子 他向来都是羽露军瞻 穆月接着称赞麦特凯和卡卡西 支援及时 配合得很好 穆月将这三具尸体 都封入了郡轴之中 三个中人 得是难度中等的B级任务了 这些云影忍者 算是挺长委托过来 解决巨婴的 穆月将自己探查的情报 告诉了弟子 听到穆月说 这个挺长之所以 强迫村民凑钱 去委托驱赶巨婴 是为了抢夺土地 和抢买居民女儿 三个弟子 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就连一向很淡定的卡卡西 也十分惊讶 他不明白 这个挺长为什么会这样 既然是挺长 那不是这里越繁荣越好吗 卫石魔要对居民强取豪夺 世界上怎么有这魔坏的人啊 早知道就不杀那些云影了 这还救了他一命 带土露出奋恺的表情 他已经不配称卫人了 麦特凯展 献出了极强的攻击力 看见弟子们的反应 沐月露出一丝真切的微笑 在这个世界 能够保持相对正常的三观 已经很不容易了 沐月老师 要不我们用变身术 伪装教训一顿 这个挺长一顿吧 带土提议道 沐月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不用你出手 他做了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 是注定 是要遭受惩罚的 打一顿 也太便宜对方了 之前那个云影忍者的想法 就很不错 对了 沐月老师 那个任务描述中 巨鹰骚扰民众 却实是假的 大黑没有找民众们的麻烦 只有主动找事的挺长家 被骚扰了 带土将收集来的情报 告诉了沐月 沐月点了点头 接着 他带着弟子 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 自从那次中午 吃过一次沐月的烤猪 黑色巨鹰 就再也忘不了那个味道 晚上沐月等人吃饭的时候 黑色巨鹰 就抓捕一些猎物 丢在那里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沐月 沐月一开始没有理会巨鹰 想试探一下巨鹰的性格 没有交换到美味的食物 巨鹰还以为是猎物不够 又抓了一些 但沐月还是没有给 看着美食却吃不到 巨鹰低着头拿脑袋 蹭了蹭沐月 再眼巴巴地看着沐月 如果它是一只猫的话 这个样子 肯定是我现游怜的姿态 但它是一只展翼超过十米的巨鹰 这场面 只让沐月感觉是身高两米的 鸡肉妹子在卖萌 虽然画面有点抽象 不过对于巨鹰的性格沐月 还是满意的 它只是想找个交通工具 不指望巨鹰能在战斗力派上用场 高级忍者的战斗 不是这种不会说话的野生忍受 能参与进去的 接着沐月测试了一下 黑色巨鹰是否能听懂人话 下达了一些命令 沐月发现巨鹰智商还可以 基本能听得懂 除了日常刷通零售好感度 沐月在这七天 本体主要带着弟子修炼 而尹分身则是在山下收集挺场所 做的一些恶事 忍者对普通人真的是碾压 仅仅是一个变身术 就能提供极大的便利 第八天的时候 沐月准备带着弟子离去 然后留下一个尹分身 解决剩下的事情 沐月将一只烤好的大野 逐丢给黑色巨鹰 巨鹰瞬间大喜 虽然不知道喂食膜 今天居然什么也不用做 就有的事 但能有吃就是好 黑色巨鹰直接迅速开吃 慢点吃 给下一顿留着点吧 以后可能就吃不到了 沐月微笑说道 听到说以后吃不到了 黑色巨鹰停下了干饭 有些慌张地望向沐月 这种事情不要啊 黑色巨鹰连忙用爪子 把剩下的烤猪推给了沐月 他可以少吃一点的 他以为是自己吃太多 被沐月嫌弃了 不是嫌你吃得多 而是我要离开这里了 沐月开口解释道 黑色巨鹰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嫌他吃得多 他温顺地咕咕叫了两声 然后用脑袋蹭了蹭沐月 黑色巨鹰想跟着沐月一起走 这里本来也不是他的家 只是在其他地方受伤逃过来的 不过 这里各种野兽也很多 还有居民喂他吃的 也就在这待下来了 现在这里也不安全了 他没有忘记 有机可能发出雷电的小人 想要抓捕他 再加上沐月的食物 又好吃 那还不如跟着沐月混 想跟着我走的话 你就点一下头 听到沐月的话 巨鹰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飞速点头 得到了巨鹰的同意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 很快就完成了签约 既然是我的通灵兽 那就得给你取一个名字了 沐月露出了思索的表情 不如叫战鹰怎么样 战斗的巨鹰 带土兴致勃勃地参与进取名之中 黑色巨鹰飞速摇头 一点都不好听 沐月猛鹰怎么样 沐月的凶猛巨鹰 麦特凯大笑着 竖起大拇指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黑色巨鹰用翅膀推了推麦特凯 更难听 卡卡西有些无语 这都取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 他想了想开口道 叫黑鸟怎么样 和颜色很配 沐月感觉 自己这几个弟子取名 是真的挺抽象的 给黑鹰取名 叫黑鸟可还行 就叫黑鱼吧 沐月想了想 开口说道 虽然也没有什么深意 不过比大黑 或者黑鸟什么的 还是要好听一些的 黑鱼蹭了蹭沐月 对沐月这个名字 还算满意 接着沐月带着弟子 和委托人说明人物 已经完成 黑鹰不会 再出现在川北亭 于是直接返回沐月 沐月离开后的第二影分身 就开始行动了 他将挺常做的各种恶事 传播了出去 然后伪装成一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勇士 将挺常解决 其实沐月知道 这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没有了黄老爷 也还有绿老爷 但他目前确实也没办法 进行根治 要推动那种等级的变革 他的实力还差得远 在这个畸形的世界 沐月相信 有很多地方 都有类似的景象 虽然火影世界的 科技发展水平不低 但目前还是封建制度 看不到的地方 沐月不至于去特意找 但就在眼前发生的 能顺手解决的 这如果不去解决 那么沐月上个世界的书 也就白读了 第204章 超级实习生 回到沐月之后 沐月先带着弟子们 回到了火影大楼交付任务 这次任务出现了意外 我们碰到三名云影忍者 沐月和登记忍者说道 上次直接去找原非日展 是因为牵扯的事情比较大 这次就三个中忍 连上忍都没有 也就没有必要 去找原非日展 这个火影了 又出现意外 登记忍者露出惊讶表情 他记得 不久前沐月等人 做了一个C级任务 就出现了意外 直接变成了A级任务 这次居然又出现意外 这是什么倒霉蛋 总共就做了两个C级任务 还都出现意外 他不好评价 沐月将封印了 三名云影忍者的卷轴 交给了登记忍者 顺便说了一下 所欲忍者的实例 先定位B级任务吧 我将这些尸体 送去检查一下 登记忍者想了想说道 至于奖励 也只能先把任务 本身自带的委托金发下去 额外奖励 要等检查完 才能估算奖励进行发放 沐月点了点头 没有意义 其实他不怎么在乎钱 系统商城里的密钥 也不贵 自从修炼密钥可以买之后 沐月每个弟子 都半个月吃一次修炼密钥 你看我们 都能随便完成 A级任务B级任务了 以后也让我们 接一下C级以上的任务呗 代土和登记忍者聊了起来 我看你是想让我丢掉工作 登记忍者无语道 你这个下人都还不是的 实习忍者做C级任务 已经是三代目大人 特别给予特权了 其他实习生 只能做D级任务 更高级的任务 就别想了 登记忍者毫不留情地说道 规矩就是规矩 哪怕沐月班 即真的有完成B级任务的实力 他也不可能给沐月班 接B级任务 完成了又没有他的功劳 要是出事情 就是他的锅了 啪 沐月对登记忍者 说了声抱歉 然后敲了一下 代土的脑袋道 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了 做C级任务 也挺好的 目前未知 我们还一个C级任务 都没有完成过 不要浪费三代目大人给的机会 卡卡西无言 他们确实没有 完成过一个C级任务 因为一次变成了A级 一次变成了B级 代土和麦特凯 应该是维尔没有毕业 就有完成A级任务的记录 后无来者不好说 肯定是前无古人了 A级任务 哪怕是卡卡西 都很少能接触这个等级的任务 机会不多 嘿嘿 我这不是 想着做太低级的任务浪费 沐月老师你的实力吗 代土一副为沐月着想的样子说道 啪 沐月用行动回答这样的方法 不好使 走出火影大楼后沐月 钱瓶分给了弟子 开口道 今天就不集合修炼了 休息一天 明天照常集合 不过要是有人实在 闲不住想修炼 也可以去森林那边修炼 晚点我会过去 三个弟子点了点头 卡卡西本来是准备回家休息一下的 和沐月学习是有点累的 基本上天天修炼 任务的时候 末世也是修炼 但看见代土和麦特凯走去的方向 卡卡西最后还是去了南京森林修炼 代土都这么努力了 他还有什么理由回家休息 看着左边的卡卡西和右边的麦特凯 代土心道不妙 难道他们不休息的吗 这魔急着修炼 代土去南京森林 只是因为这个点野猿林会在那边修炼 他想要找野猿林聊天 说一说自己这次任务的经历 但如果麦特凯和卡卡西都要加练 那代土肯定是坐不住 麦特凯都无所谓了 但卡卡西可是他近期准备挑战的目标 代土可不想输给卡卡西 哈哈 今天大家的青春都很热烈吗 青春就是要多修炼 麦特凯大笑着对两人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他的好朋友 这情愤尽都要赶上他了 代土 卡卡西 另一边 木月看起了这次任务的收获 弟子麦特凯努力工作完成委托任务 获得成长奖励查克拉加200 有老师本人带领额外奖励查克拉加100 弟子与直播代土努力工作完成委托任务 获得成长奖励查克拉加200 有老师本人带额额外奖励查克拉加100 弟子齐木卡卡西努力工作完成委托任务 获得成长奖励查克拉加200 有老师本人带领额外奖励查克拉加100 这次任务的总查克拉收益是900点 说实话 比木月预料的要多不少 他还以为最多就是四五百 因为这次任务碰到的敌人实力远不如上次的云影精锐小队 上次不仅有两个上人 其中甚至有一个还是有着血迹线界的精英上人 上次任务的总奖励其实也就是1350点查克拉 只比这次多了450点查克拉 毫无疑问 如果是以对手实力来说 奖励不应该相差那么大 木月露出了思索表情 找到了一种可能性 上次任务敌人实力虽然很强 但基本上都是木月解决的 弟子们自己凭实力解决的人者只有两个 而这次任务碰到的敌人 虽然连一个上人都没有只有三个中人 但所有敌人都是由弟子出手解决 木月只在暗中保护 弟子在任务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大 奖励越高吗 木月猜测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哪怕他接取了S级任务 最后奖励也不会太夸张 因为S级任务 带土他们注定只能当木月的挂件 木月班在高级任务中嘎嘎乱杀 木月负责乱杀 而带土他们负责嘎嘎 接着木月看了一眼现在的面板 姓名 与生木月 查克拉 三万八千三百 涨幅很不错 已经接近了四万 按照数据没更新时候 小卡计算的话 足足有十五点三个小卡 离他的五万查克拉小目标又进了一步 木月回到了主城区的家中 走到房子所处的街道 木月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开起白眼看了一眼水门的家 水门没有在家 接着木月在自己家门口 发现了一被封印术静置保护的信 木月将静置解除 把信取出 发现是水门给他留的 木月一边朝着屋内走去 一边打开信封查看内容 第205章 开发心呼吸法的想法 水门的这信写得比较简洁 也没有什么太过于重要的事情 浓缩成一句话 大概是 我去战场执行任务 九星奈火石的事情 就拜托了 当然 实际内容肯定是没有 那么直白的 会委婉一些 还会有道谢什么的 水门信中内容 虽然没有讲述太过重要的事情 但水门去战场这件事 对于木月来说 有着一定意义 可能是试探性进攻 已经结束 战争双方开始正式交战了 虽然第三次忍戒大战的 打个四五年左右 但也不至于前四年 全在试探最后一年 迅速到达高潮 不过 这和现在的木月 没有太大关系 只要不是一万眼影大军 冲击边境 这种级别的烈度 作为教学特长的特别上 忍他 基本不会被指派战争任务 前往战场作战 再忍孝当老师 也就这点好处 不是到了最坏的时刻 轮不到老师上战场 看完水门的信 木月也开始整理 自己接下来的提升计划 首先是很快就可以 抱金币的戴土 目前离戴土的生日 只有21天 不出意外的话 又是一个完美级技能 麦特凯生日 结束之后 木月就直接了当地 询问戴土 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戴土凭十口嗨的厉害 但木月真的问他的时候 戴土说不出几句话 最后说 只要是木月送的都可以 戴土的回答 在木月的意料之中 不是因为戴土性格别扭 而是木月平时 对他们太好了 这样的情况下 戴土心理会 更加不好意思 去麻烦木月 之所以知道答案 还要去问 木月就是要让戴土心里面 产生一种意识 木月老师很关心我 对我的生日礼物 很上心 方便最后引爆情绪 戴土生日 过个十天左右 能刷一次考试的奖励 没错 实习期间也要正常回到学校参加考试 这是木月定下来的规矩 这是戴土他们能参加的最后一次普通考试了 下一次的期末考试是毕业考试 只考核三申术 除了生日报金币和考试这些固定项目之外 木月的提升计划主要是弟子们的训练计划 毕竟弟子们提升就等于他提升 戴土的呼吸法已经在入门走了一段距离 木月准备对其进行新的呼吸法特训 朝著呼吸法下一个境界长中进发 所谓长中 就是24小时全天保持全集中呼吸 哪怕睡觉的时候也一样 当然 这个全集中呼吸不是极限的全集中呼吸 而是相对集中 相当于弱化一点的全集中呼吸 完成了这一步修炼身体能力会发生质变 呼吸法效果大大加强 除了呼吸法要进行新的修炼 木月正在想办法让戴土开启血轮眼 开启血轮眼的好处太多了 强大的动态势力与幻术增幅 还能提升查克拉 这也为石魔与之波一族有那么多上人 只要开了血轮眼不死 正常发育就是上人 虽然止水上次过生日能开眼 但木月不认为戴土也能过生日开眼 止水信任等级三要比戴土和麦特凯婉不少 但却是最先到四的 那天晚上爆发的情绪太大了 这才导致血轮眼产生 而戴土可能是他弟子当中信任度最高的一个了 没有那么大的爆发空间 木月现在的想法是 下次遇到敌人的时候给戴土他们上点难度 刺激一下 麦特凯的话还是八门盾甲位主 先达到开启三门的水平 止水可以和戴土一起参加炎之呼吸的肠中修炼 然后就是锻炼血轮眼增强霸气 至于卡卡西 先把人搞正常一点 然后就是主修雷之呼西辅修武装色霸气 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整理好 木月前往了南静森林 木月到的时候发现这里和平常一样 所有弟子都在修炼 看到整整齐齐的五个弟子木月 有点小意外 戴土虽然说不上懒 但也不像麦特凯那样对修炼有热情 有休息时间是真去休息的 看来今天大家干劲都很足 木月微笑称赞道 麦特凯露出两型大白牙 竖起大拇指 急于肯定 卡卡西默默地继续做着各种呼吸法动作 不给予评价 戴土强行扯出一个笑脸 表示认同 见弟子们都修炼热情高涨 木月也迅速开始了今天的教学 由于麦特凯和戴土都还没有掌握阴顿性质变化 没有开始武装色霸气的正式修炼 目前戴土的阴顿性质变化熟练度已经达到了70点左右 算是胜利在望吧 麦特凯就要低不少 目前只有20多点的熟练度 还需要努力不少时间 卡卡西通过不懈努力 为之呼吸的熟练度也终于突破了10点 目前能基础地运用呼吸增强身体能力 虽然增强幅度一般 但也算是从无到有的突破 止水这边武装色霸气也有了一些成果 20点苦修终于让武装色霸气的熟练度达到了12点 逐渐找到一些感觉 野元灵这边查克拉掌控更上一层楼将怪力入门 爆发力更上一层楼 同时掌仙术的学习也步入正轨 为了进一步增强野元灵的实力 穆月在尝试开发新呼吸法教给野元灵 他掌握了三大呼吸法 其中一个更是达到了完美级 在呼吸法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当懂了 不说开发出一个更降的 开发出一个差不多等级的呼吸法 是可以办到的 不过他的医疗忍述之时不够 一致呼吸肯定是开发不出来的 但穆月有着熟练度7000以上的水属性 查克拉性质变化 他可以开发出一个水之呼吸给野元灵用 野元灵天生属性恰好是水 掌握了水之呼吸和怪力 野元灵在战争的时候 应该不至于被轻松掳走了 修炼结束的时候 带土迫不及待地跑到野元灵面前 分享自己的经历 小灵你绝对想不到 我们的人物经历有多精彩 两次C级任务 一次变成A级 一次变成B级 每一次都遇到了实力不足的人者敌人 带土一脸兴奋说道 可把他憋坏了 接着带土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迅速战胜强敌的画面 野元灵很给面子的微笑鼓掌称赞 真精彩呢 你们三个都好厉害 简直像是老师们讲他们任务经历时候的样子 嘿嘿 也是沐月老师厉害 其他实习生好像都只能接村里的杂活任务 看着野元灵的笑脸 带土心满意足了 感觉这一趟值了 塔卡西结束之后 本来要直接走的 听见带土和野元灵的谈话停了下来 带土讲完才走 要是带土加带私货 那他可要把带土差点大意受伤的事情说出来了 不过这次带土讲的大体都是事实 第206章 开始进行常中修炼 呼吸法每到一个全心等级都会迎来致变 熟练使用全集中呼吸的下一个境界 是永不停下的全集中呼吸 让自己的身体每一分每一秒都保持着全集中呼吸的状态 沐月开始带着止水和带土进行呼吸法常中的修炼 在鬼灭的世界里 掌握常中是成为柱的基础 是十分关键的修炼 能极大增强身体能力 而活影化的呼吸法常中同样重要 如果能掌握常中 性质变化加速的能力将会常住 也就是说你的性质变化就是要比正常要更强 对身体能力也有极大的增强 沐月身体越来越强和颜值呼吸的常中有着很大的关系 啊 全天保持全集中呼吸 这该怎么做呀 累死我也做不到 带土想了想自己使用全集中呼吸法时候的状态 有些难以想象 止水望向沐月 表情也有些不解 全集中呼吸作为一个爆发手段 究竟是怎么修炼才能24小时常住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多练就能做到 沐月微笑说道 以带土对言之呼吸的契合度 常中没有一点问题 可我现在全集中呼吸只能保持四分钟 带土感觉沐月的多练可能是指多练十几年 呼吸法常中并不是要求你每时每刻都处在极致的呼吸当中 而是相对集中 假设你即现呼吸可以增强一百的力量 常中你只需要做到七十或者八十就行了 沐月开口说道 原来是这样 但那样 查克拉也不够用吧 带土稍微能理解了一点 然后继续问道 火影本土的呼吸法只有加入了查克拉才能起到最大效果 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可以不加入查克拉 或者是维持微量查克拉输出 这个会有专门的训练 沐月解答道 最好当然是加入查克拉 增强效果更好 战斗的时候也不用再进行调整 毕竟弟子们现在查克拉有限 只能先练个盖板青春版了 沐月这样解释 止水就明白了常中的意义 本质上就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呼吸法上限 如果他们能将处理八十的呼吸法全天维持 那么他们真正的呼吸极限肯定不再是一百 可能会翻好击呗 首先 都进入不使用查克拉的全集中呼吸状态 讲解完毕之后 沐月开始带着学生进行正式的常中修炼 带土和止水都按照沐月所说进行全集中呼吸状态 啪 带土的脑袋挨了一下 沐月收回手说道 不要用查克拉 沐月通过白眼清楚地看见带土正在消耗查克拉使用呼吸法 嘿嘿 习惯了 下意识直接就用了 带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第一步就出错 一般用全集中呼吸 那都是奔着一口气击败敌人的 所以 自然是怎么强 怎么来 轰隆 这时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带土和止水看去 只见沐月影分身搬来好几个大小不一的石头 放到这边 小的和带土差不多高 大的高度超过了三米 来吧 开始修炼吧 举住这些石头进行深蹲 直到维持不住全集中呼吸位置 沐月笑呵呵指了指旁边的巨石说道 一来就是这重难度嘛 带土有些傻眼 他记得呼吸法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就原地吸气呼气 这肠中修炼上来就是肉眼可见的强度 止水一脸淡然地走上前挨个试了一下 最后挑了一个和带土差不多高的石头 举起来开始进行深蹲 石头看起来很重 但这可是拳击中呼吸状态 哪怕没有加入查克拉 也对身体能力有着可观的提升 看着止水直接开始修炼 带土也很快走上前挑了一个鼻子水索 挑石头要大一些的石头开始锻炼 不是他争强好胜一定要选鼻子水大的 而是止水拿走的那个就是最小的 不过当举起石头进行深蹲的时候 倒是没有带土想象的那魔众 当然 这只是一开始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五分钟过后带土感觉有些吃力 他开始有点维持不住全集中呼吸了 维持全集中呼吸本身就是一件吃力的事情 不仅仅是体力的消耗 精神也需要高度集中 最终带土在五分半的时候将石头放下 而止水比带土少了半分钟 五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将石头放下 你维持了五分半的全集中呼吸 你看 其实你比你想象要更加能坚持一些 沐月微笑夸赞道 带土瞬间疲劳一扫而空 露出了憨笑 沐月总是能及时给予正反馈 止水你也很好 你年龄要小一点 会吃亏一些 沐月摸了摸止水的头发安抚道 止水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沐月没有给两人休息时间 三分钟之后 沐月让两人再进入呼吸法状态 把能发挥出的呼吸法力量全部发挥起来 接下来是跑步 也是直到维持不了呼吸法才能停下来 沐月开口说道 肠中的训练 其实就是让身体记住呼吸法 这样才能全天维持拳击中呼吸 甚至睡觉都在有一时的进行拳击中呼吸 所以肠中的锻炼强度特别高 和入门阶段的修炼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也就是 沐月有锻炼密钥 不然他可能都会放缓训练 这强度比之前的麦特凯都顶 到了训练结束的时候 袋土已经是双脚发软 头晕眼花 有点分布青东西南北了 他感觉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好像灵魂随时都可能朝着天上飘去 好累啊 袋土由衷感叹道 他感觉以前的训练和今天比都弱爆了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次使用全集中呼吸了 甚至后面究竟是普通呼吸 还是全集中呼吸 他也分不清了 跑步 负重深蹲 负重俯卧撑等等一系列基础训练 加了一个维持全集中呼吸条件 瞬间变得其类无比 就连止水也没办法维持从容表情 满脸写着疲惫 沐月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这还不算什么 都是些初级训练罢了 后面还有更多的强化训练 第207章 卡卡西的星节 昨天任务真是好险 多亏有龙线你的支援 不然 我就危险了 哈哈 我们是同伴吗 我又不是卡卡西那种家伙 为了任务不顾队友的 说起卡卡西 前段时间 我好像听说他所在的小队 在任务中损失惨重 只有指导上人和他自己活了下来 真惨啊 和那个家伙一对 真的会变得不幸 还好走得早 不然我们小队 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训练结束 卡卡西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在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前前队友在聊天 听见两人的聊天内容 卡卡西原本在思考呼吸法的思绪 突然断掉了 卡卡西没有特意的隐藏行踪 两位前前队友注意到 卡卡西刚好走过来 瞬间闭上了嘴巴 嗨嗨 卡卡西 晚上好 前前队友也不知道 卡卡西听到了没有 不过卡卡西没有表示 就当没有听到 打了个招呼 嗯 晚上好 卡卡西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复道 然后继续朝着家中走去 好尴尬啊 也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 听到莫听到 也一样了 反正他应该也对我们没有好印象 听力好的卡卡西 哪怕走出一段距离 还能听到一些细微的交谈声 不过 他已经没心思去注意这个了 卡卡西并没有因为两个前前队友 背后议论自己而生气 如果这点议论他就要生气了 那他父亲自杀那一会 他得被气死 因为那会儿 他走到哪都能感受到异样的眼光 而且他们确实没有说错 在卡卡西这边任务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们受伤卡卡西也一样以任务为重 成为沐月弟子的这段时间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卡卡西很少去思考 怎么样才是一个合格忍者 忍者应该不应该以任务第一 因为沐月这边 修炼强度拉满 不是学习伟岸子电这种高级忍术 就是雷之呼吸武装色霸气 这样的秘书竞术 高强度修炼之下 很难有精力去思考其他事情 而且 队里还有一个带土疯狂邋遢情绪 让卡卡西不得不将剩下的一部分精力 用在了和带土对线上 两个前前队友的话 让卡卡西再度陷入了任务与忍者与队友的思考 父亲之所以会被大家所指责 就是因为任务失败 所以 能完成任务的人者 才是合格的人者 卡卡西心中想到 接着 卡卡西又摇了摇头 他想到了沐月的话 白牙贯彻了自己的人道 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人者 虽然和沐月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卡卡西很敬佩沐月 不仅仅是因为 沐月实力很强 而是沐月将自己身为老师的各方面 都做到了优秀 和他以前碰到的所有老师都不一样 所以 沐月说的话卡卡西愿意去听 愿意去相信 卡卡西眼中浮现出了一抹迷茫 一边是既定的事实 他父亲因为任务失败 遭受指责 最终自杀 另一边是来自敬佩老师的认可 告诉他白牙 其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者 卡卡西想着想着 吃了晚饭 想到了晚上十一点 也没有想出个什么 躺在床上 卡卡西也久久没有入睡 哪怕是很困了 他也想睡觉了 但一闭上眼睛 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想着那些事 导致无法睡着 最终 卡卡西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不过醒来后 看见外面的大太阳 卡卡西知道了一件事 他迟到了 卡卡西迅速完成洗漱 然后随便拿了点能吃的东西 胡乱塞入嘴中 迅速赶往南境森林 卡卡西到的时候 其他弟子已经在修炼了 带土和止水 使用拳击中 呼吸跑步跑得满身热汗 麦特凯抓耳挠腮地修炼着 因顿性质变化 野园林旁边 有受伤的鱼 也有断裂的树 跑步的带土 恰好经过卡卡西 看见迟到而来的卡卡西 带土一扫脸上疲惫之色 出声笑道 哟 这不是卡卡西吗 怎么今天迟到了两个小时半 难道你也去帮助老人了吗 说完这句 带土瞬间感觉神清气爽 身体似乎也没有那么累了 以往都是 他迟到被卡卡西说 这次总算是轮到他了 睡晚了而已 卡卡西面无表情地解释了一句 然后走到木月那边 歉 迟到了还那魔神气 带土嘟囔了一句 继续修炼 木月老师 抱歉 卡卡西道歉道 昨天没有睡好 所以今天起晚迟到了 没事 偶尔迟到没有什么 毕竟总有意外发生 开始修炼吧 木月微笑开口说道 卡卡西点了点头 然后在木月的指点下 开始进行了一支呼吸的修炼 不知道是因为昨天 没睡好的原因还是什么 今天卡卡西修炼呼吸法 格外找不到感觉 上午修炼结束之后 没有感受到一丝的进步 等到下午修炼武装色霸气的时候 更是如此 上午还可以用迟到了两个小时半 莫修炼够时间来解释 下午真的是他不知道 自己在练什么 平常木月一讲一演示 他脑中就能自动演练 但今天却没有 木月虽然不知道 卡卡西遇到什么事情了 但是 看卡卡西的表现 他察觉出了不对劲 卡卡西 你的心乱了 木月开口说道 武装色霸气是阴顿 和精神力量有关 精神状态不行 修炼起来会事倍功半 对不起 木月老师 我今天状态有点不好 我明天尽量调整一下 卡卡西一脸歉意说道 木月这样认真教他 而他却连集中精神学习都做不到 卡卡西心中有些愧疚 好好加油吧 记住要相信自己 木月露出和希笑容说道 谢谢 感受到木月身上温暖的气息 卡卡西心中稍微松了一口 由于白天迟到 而且 修炼没有进展 卡卡西晚上给自己加练 在自家的院子当中 修炼呼吸法 想要进行弥补 不过修炼依然很不顺利 卡卡西始终找不到那种感觉 晚上十点的时候 卡卡西洗澡上床 开始睡觉 一躺到床上 卡卡西脑中就下意识地想起了以前父亲遭受的指责 队友对自己的不认可 接着 他又想起了戴土的话 想起了木月的话 他脑中思绪十分杂乱 一会儿是忍者必须恪守规矩 哪怕牺牲同伴也要完成任务 一会儿是同伴最重要 要保护好同伴的安全 睡觉睡觉 卡卡西心中不断默念着睡觉这两个字 他听说 这样可以治疗失眠的方法 对自己进行暗示 然后产生睡意 不知道是方法没有用 还是卡卡西自己原因 他还是没有睡着 这时卡卡西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到了凌晨两点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卡卡西再度努力睡觉 迟到了 第二天醒来 卡卡西看到外面的烈日 知道自己今天又迟到了 他迅速收拾一下 然后前往南静森林开始修炼 卡卡西 你居然又迟到了两个小时半 你不会是晚上熬夜修炼到凌晨吧 戴土一脸狐疑地看着卡卡西 他怀疑卡卡西在偷偷卷塌 像卡卡西这种人 居然能连续迟到两次 迟到时间还都那么多 不是 面无表情的简洁回答一句 卡卡西走到穆月面前开始解释 穆月老师 抱歉 我昨晚又失眠了 卡卡西解释了一句 穆月一脸关心问道 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吧 怎么突然失眠了 谢谢穆月老师你的关心 我身体很好 卡卡西心中一暖 然后摇头回答道 至于失眠 可能是最近想的事情有点多 穆月拍了拍卡卡西的肩膀 微笑说道 身体最重要 如果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就好了 不要觉得麻烦我 对老师而言 弟子的事情就没有麻烦这种说法 卡卡西微微点头 心中舒缓了一些 可能是昨天晚上的家练起了一些作用 今天上午修炼完呼吸法 有了一点进步 不过下午的武装色霸气 依然是完全找不到感觉 下午修炼结束之后 卡卡西去买了一个闹钟 明天她绝对不能再迟到了 今天晚上 卡卡西没有修炼 她八点就完成洗漱 然后上床睡觉 卡卡西的想法是 既然十一点睡得凌晨三点以后 才能睡着 那她八点睡 就算四个小时末睡着 也是十二点睡着 可是 当卡卡西躺到床上之后 她发现都不用想那些事情 她都睡不着 接着有着各种睁眼在闭眼 脑中控制不住想各种事情 这次不仅思考着 忍者任务之间的关系 卡卡西还在想 如果下次任务 麦特凯和戴图遇到了危险 她应该是就队友 还是继续执行任务 叮叮叮 卡卡西昏昏沉沉之间 听到了一阵清脆的响声 想到 要去墓园那边修炼 瞬间清醒了过来 可能是睡得太少的缘故 卡卡西只是睁着眼睛就能感受到眼睛的酸痛 卡卡西闭着眼睛完成了洗漱 然后解决早餐 迅速前往南静森林修炼 这次卡卡西没有迟到 而且也不是最晚到的 哎 今天卡卡西你没有迟到啊 戴图到达之后 看见卡卡西的身影脸上有些惊讶 不要把我当作你 卡卡西淡淡说道 我迟到那都是帮助老人 我可不会因为睡晚了迟到 带土回对道 虽然卡卡西今天没有迟到 不过睡眠时间过少 导致卡卡西精神不佳 修炼效果有点差 沐月看得出 卡卡西自闭情绪又有点严重了起来 其实沐月知道卡卡西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只是因为 这里有她位数不多的朋友 又有沐月这个温暖之心老师 再加上修炼任务繁重 压制住了卡卡西的问题 沐月也能理解卡卡西 白牙自杀的时候 卡卡西甚至才七岁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自己崇拜的父亲 因为指责而自杀在家 不异于自闭才奇怪 这得猛药才能治疗好啊 沐月心中想到 卡卡西这种级别的阴影 想要柔和治愈 是很难的 可能哪天 就因为某些话 又想不开了 沐月感觉的 是卡卡西面临生死危机 知道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感受到来自同伴的人性光辉 这样才可能将身心彻底治疗 卡卡西 你怎么变得这么虚了 这点训练 就累成这个样子 要是你来修炼 一下我现在的训练 估计能把你累死 代徒注意到 卡卡西似乎格外疲惫 状态不好罢了 卡卡西调整好表情 淡然说道 但眉眼之中的疲惫之色 还是难以掩饰 卡卡西 你等下和我一起回去吧 我做点调理身体的料理给你吃 沐月开口说道 带土看见状态不好 居然还能蹭反 于是黑笑道 沐月老师 其实我状态也挺差的 不如 啪 沐月的手指 精准敲到了带土的脑袋上 然后揉了揉带土头发道 说想要一起吃饭不就行了 想一起吃饭 带土摸了摸被敲的地方 迅速说道 大家都一起来吧 沐月对所有弟子说道 没有一个弟子会不喜欢沐月的饭菜 所有人都答应了 不过除了卡卡西和止水 其他人要回家和家人说一下 吃完饭之后 带土和卡卡西开始日常互对 带土说卡卡西太虚 训练了一点就不行了 卡卡西说带土脑子都快生锈 很难想象理论居然能考到20分以下 带土你表现关心的话 可以直接一点吗 叶元灵带着温柔笑容 开始霍心迷了 叶元灵对卡卡西说道 别看带土这样子 其实他很关心你的 昨天回去还和我讨论你有没有生病 说你这样的天才居然也会迟到 卡卡西露出惊讶表情 带土居然会说他是天才 这让卡卡西有些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看见叶元灵居然接自己的老底带土脸色迅速涨红 摆了摆双手说道 小灵你肯定是记错了 我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 看见带土的反应 卡卡西又感觉 叶元灵说的可能是真的 至有 你的青春最近确实没有之前那么热烈了呀 麦特凯一脸认真说道 卡卡西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他心中也对自己有些烦躁 居然会因为这种事情耽误了正常修炼 等所有人走后 沐月叫住了卡卡西 开口道 要不今天就在我家睡吧 我有点事情和你聊 卡卡西迟疑了一下 最终点了点头 卡卡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把你最近的烦恼分享给我吧 虽然不一定能帮你解决 但说出来 总要好受一些 把卡卡西带到客厅之后 沐月出声问道 卡卡西沉默了一会 然后开口说道 沐月老师 你是真心认为 白牙是合格的人者 而不是一个失败者吗 卡卡西盯着沐月的眼睛 想要确保沐月答案的真实性 无论问多少次 我的回答也只有一个 白牙是贯彻了 自己忍道的合格人者 沐月看着卡卡西的眼睛 认真说道 那为失魔 大家还要去指责他 就连被救的同伴也在指责 卡卡西一脸迷茫问道 他纠结人者 合格与否的本质原因 是他无法对父亲的死释怀 因为白牙的忍道 和村子的规矩产生了冲突 对于村子来说 当然是利益优先 所以要保证任务的成功率 能完成任务的人者 才是村子的好人者 但白牙不一样 他有着自己心中的信念 对于他来说 同伴的生命远胜于什么任务 正确与错误 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 对于我 或者是白牙 会认为自己做了正确事情 但对于其他人 则是有不同的判断 当然 白牙之所以会受到纳摩多指责 不仅是因为任务失败了 玄英卫他是木叶白牙 木月回答道 又不是一个人的任务 当然不能把错误 全部推在一个人身上 白牙只不过是那次任务 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忍者 白牙就是太直了 如果换木月来 什么任务失败的罪魁祸首 他是在任务失败之时 努力把同伴救出来的木叶英雄 名气更大 就要承受所有人的指责 木月的回答 过于现实与黑暗 卡卡西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 不过 你不用想太多 我相信 就算给白牙一个重来的机会 他还是会选择救队友 然后再尽力完成任务 木月语重心长地说道 他人的想法 终究是他人的 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 白牙难道是心理承受能力不行 被骂得自杀了 木月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 白牙是信念崩塌 才轻生自杀的 今天晚上接收的信息太多 卡卡西还以为自己又得睡不着 不过今天他倒是睡得很好 由于平常就我一个人住这边 所以只有一张床 好在你还小 应该不会有拥挤感 木月这样说着 把卡卡西拉到了床上睡觉 第一次和家人以外的人 睡在一张床上 卡卡西却莫名地有些安心 毕竟是木月老师 卡卡西心中想到 产生睡意之后 就很快睡去 第二百零八章 信任等级提升 清晨 卡卡西醒了 不过这次不是闹钟吵醒 也不是生物中导致的习惯 而是闻到很香的味道 然后醒了过来 还没睁眼的时候 卡卡西十分的疑惑 喂食膜会有这种香味 当睁开眼睛看现陌生的天花板之后 卡卡西才想起来 昨天自己没有回家 而是住到了木月的家里 可能是昨天睡了个好觉 卡卡西感觉身体都轻松了许多 也更加有精神一些 接着卡卡西走出房间 去到了一楼 睡醒了呀 正好 我也做好了早餐 一起来吃吧 将做好的早餐端上桌的木月 刚好看到了下楼的卡卡西 于是微笑着说道 谢谢 麻烦您了 卡卡西对木月道谢道 卡卡西看了一眼餐桌 不知道是因为她在所以特别多做了一些 早餐很丰盛 有看起来香甜的红豆饭 还有热气腾腾的味增汤 以及厚蛋烧和烤鱼 我开动了 卡卡西坐上桌子之后说道 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吃早餐的时候 说这句话了 因为这句话 不是告诉食物 我要吃你了 而是告诉 一起吃饭的人要吃饭了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自然也就不用喊了 卡卡西脑中杂乱的思绪 在吃完木月的早餐之后 消失不见 此刻她只觉得 这个好好吃 那个也好好吃 全部都好好吃 整个人沉浸在了美食的世界 当把面前所有的料理都消灭之后 再将热气腾腾的味增汤喝完 卡卡西只感觉身体暖洋洋的 很舒服 吃完看到 眼前的一个个空盘子卡卡西 这才发现 自己不知不觉中 吃了那么多东西 弟子起目卡卡西信任等级提升 当前信任等级三 看来你挺喜欢我做的菜 沐月起身准备收东西 笑呵呵说道 也不枉她花费那么多心思 信任等级终于上去了 因为沐月老师你的料理食 再是太美味了 卡卡西认真说道 说现在忍戒 哪个忍者实力最强不好说 但要有人说谁做菜 比沐月厉害 卡卡西第一个出来反对 这可是幻术级别的料理 我来收拾吧 卡卡西主动要求帮忙 又是劳烦沐月花心思开导 又是丰盛早餐 不做点什么卡卡西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那就麻烦卡卡西你了 沐月没有拒绝 笑呵呵说道 有时候接受其他人的好意 能让双方更加清静 加深信任 洗完碗之后 卡卡西和沐月一起去到了南静森林修炼 沐月的治疗效果还可以 今天的卡卡西既没有出现精神问题 也没有身体疲劳 暂时恢复了正常 这就是你说 我需的底气吗 仅仅是训练一天腿都站不直了 看着拳击中呼吸修炼过后的带徒 卡卡西展现了攻击性 你 你懂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保持拳击中呼吸有多累 带徒类的说话都有些不联贯了 再累也是训练 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 卡卡西要将前几天的仗一次清算 带徒翻了个白眼 瘫坐在地上 一副被不懂呼吸法的人气晕样子 沐月心中点了点头 这也是恢复的征兆 一边有心思去和带徒兑现就问题不大 大家回去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明天要去做任务 沐月宣布到 原本沐月是准备带着弟子 修炼到带徒生日结束之后 再去做任务 但卡卡西这个样子 沐月感觉还是得先将卡卡西问题给解决掉 卡卡西的问题在村内是很难解决的 得去外面寻求一点点小帮助 沐月不指望一次任务就能够解决 毕竟都连续出两次意外了 就算他是有挂的人 应该也不至于连续出现三次意外 所以要多做一些任务去找机会 好业 又要去做任务 带徒双眼一亮 艰难地站了起来 他现在每一次做的任务 都是和野元灵的谈资 同时也是以后回忍校吹嘘的资本 在别的同学都在讨论 做了什么杂活任务的时候 他亮出自己A级B级任务的经历 带徒都不敢想 那些同学的眼神会有多羡慕 大家要小心哦 不要受伤 也圆灵柔声提醒道 小李你放心 有我和沐月老师在 肯定没有问题 带徒拍了拍胸口说道 带徒 你是在小看我的青春吗 到了必要时刻 我会用最热烈的青春 来守护同伴 麦特凯露出闪亮大白牙大笑道 那我改一下吧 有沐月老师和我 以及阿凯在 肯定没有问题 带徒想了想说道 现在的麦特凯确实很强势 除了开启血轮眼的止水 谁看见都头疼 是真的不好对付 卡卡西 沐月老师和阿凯确实可靠 你就算了吧 上次任务 要不是我支援的及时 你要受到重创 剑带徒主动挑事 卡卡西也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的战斗的时候 太鲁莽了 考虑得太少 对手再以伤换伤都没看出来 带徒 战斗的时候 要谨慎呀 野元灵有些担忧说道 我那是去帮他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带徒也火力全开 甚至还翻旧账 把上上次任务卡卡西 长达十分钟无座位的事情 重说了一遍 很有精神 不过还是多留一些精力 给明天的任务吧 看了一会儿 慕月微笑着 终止了两人争论 现慕月发话 两人暂时停战 次日清晨 慕月带着弟子们 前往火影大楼 接取任务 今天有川之国的C级任务吗 慕月直接开口问道 川之国被云影和沙影的战争所波及 比较容易找到机会 其实去草之国更容易找到机会 因为川之国只是被波及 云影和沙影的战争主要在风之国的国内 而草之国那边 阎影和牧业正在干仗 相当于主战场 不过也因此 现在草之国基本上全是战争任务了 慕月班因为是牺牲的原因接不了 川之国呀 我看看 登记忍者开始翻看人物列表 有一个讨伐三川艇附近的山贼 还有的话 就是保护委托人回到川之国的国度 第209章 卡卡西 绝对不可能 那就讨伐三川艇山贼那个吧 慕月想了想说到 他看过川之国的地图 比启国都三川艇所在的位置 更靠进风之国 遇到机会的可能性 也就更大一些 登记忍者迅速完成手续 递给了慕月一张纸 还是上次任务的那个国家啊 戴图好气凑上去看了一眼说道 怎么了 不喜欢川之国吗 慕月将资料收好 然后问了一句 戴图右手抓了抓头发 然后回答道 应该不算讨厌吧 就是上次任务的那个 挺长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但这众坏人应该很少 上次那个挺长鼠时 是把戴图给恶心坏了 他很难理解人 为石魔要那魔幻 大家友好相处 不好吗 这种人 就应该被青春的铁拳制裁 麦特凯也还记得上次任务的挺长 他第一次认识到人 居然可以这魔幻 他认为 那些嘲笑自己父亲的人 已经很过分了 但比起那个挺长所做的事情 这都不算什么 不喜欢那种人 是正常的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 慕月笑呵呵摸了摸两人的脑袋 带着弟子们 走出了火影大楼 有一句他没有说 那就是 这个世界上这种人 绝对不会少 这可是封建制度 戴图之所以会感觉这众人少 因为 他从小生活在木叶 木叶的超然地位 与和邪气分让 戴图产生了这种错觉 你们有人要回去 拿东西的吗 有的话 就赶紧回去拿吧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出发 慕月开口询问道 三个弟子都摇了摇头 因为慕月昨天就提醒了 所以 他们是收拾好东西才过来的 那现在就出发 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回来 慕月直接说道 这次没有委托人吗 戴图好奇问了一句 任务自然 都是有委托人的 不过委托人不在木叶 在川之国 慕月说道 除了护送任务委托人 绝对在木叶 其他任务委托人 不需要一直在木叶 委托金到位就行了 慕月感觉这样挺好的 有委托人还会降低他们的赶路速度 没有委托人的话 他们一路赶过去 很快就到了 出发出发 真期待啊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 不会遇到什么雷影图影吧 开玩笑的 第三次做任务 带土开始幻想 这一次任务所碰到的敌人 卡卡西嘴角抽了抽 有点绷不住 他们这是去讨伐山贼 可不是去讨伐云影村 阎影村 还遇到雷影图影 怎么不遇到六道仙人 做梦也做得稍微合理一些 我们需要对付的是山贼 而不是忍者村 卡卡西忍不住说道 既然是做梦为什么要合理 都说是开玩笑 虽然任务 是讨伐山贼 但遇到忍者 也很正常吧 上次任务 还是驱赶猛兽呢 不一样 遇到了忍者 带土回对道 带土的回答让卡卡西十分无语 C级任务遇到忍者 一点都不正常 不过考虑到带土仅做的 两个C级任务 都出现了意外 有这种想法 也不奇怪 等你做完这次任务就知道了 前两次是我们运气不好 这次任务 不可能再出现忍者了 卡卡西说道 她感觉 就算再倒霉 连续两次C级任务 碰到意外 也该结束了吧 这有啊 话不能说得太满 沐月老师不是说过吗 现在是战争时期 更容易发生意外 麦特凯摸了摸下巴说道 麦特凯的想法 和带土一样 出任务碰到忍者很正常 卡卡西没有说话 她感觉 就是带土和麦特凯任务 做少了 才有这种错觉 进沐月班之前 她做了几十个C级任务 就莫出现一次意外 全力赶路吧 在离开火治国之前 大家用呼吸法赶路 能用拳击中呼吸 就用拳击中呼吸 沐月微笑说道 对沐月而言 做C级任务 其实就是换个地方训练弟子 该有的训练 是不会少的 卡卡西 就来比一下 水跑得 更快更远怎么样 带土挑衅道 这方面 她还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她的拳击中呼吸 可是弟子当中最强的 而且 卡卡西才刚学 呼吸法没多久 莫兴趣 卡卡西淡淡回复道 她一眼就看穿了带土的小心思 火热的青春 就应该多比拼 带土我和你来 麦特凯心智勃勃说道 沐月老师 你能做我们的裁判吗 带土答应了下来 对沐月问道 虽然 没有将卡卡西引诱到 但之前战斗中 麦特凯打赢了卡卡西 所以 赢了麦特凯四手五入 也算把卡卡西打败了 其实带土前几天 就想和卡卡西来一场实战对联 不过沐月刚好开始长中教学 带土就想着完成 新教学变得更强 再去和卡卡西战斗 现在 她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战胜卡卡西 沐月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喊道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盐之呼吸 全集中呼吸 盐之呼吸 全集中呼吸 带土和麦特凯瞬间火力全开 像是被打出去的炮弹一样 飞速朝着前方冲去 卡卡西虽然没有参与比赛 但也默默地使用呼吸法 全力奔跑赶路 带土起步要稍稍快一些 但很快就被麦特凯超越 然后甩在后面 坏了 忘记阿凯的颜值 呼吸肉体增幅要强很多 看着越来越远的麦特凯 带土这才想起来 颜值呼吸和颜值呼吸不太一样 不过为了赢 带土也是拼了 拿出凭石修炼肠中的状态 极力追赶 要抓紧学吸雷之呼吸 不能落下太多 卡卡西看着狂奔的两人 心中想到 虽然被麦特凯打败过一次 但卡卡西可不想一直被打败 呼呼 失策了 下次应该和阿凯 你比火盾 带土大喘着 粗气说道 虽然他跑得很努力 但根本追不上麦特凯 麦特凯的耐力比他强很多 那这个可能要很久了 因为我现在根本不会火盾 麦特凯大笑着回答道 要比火盾 那也得他会 他现在掌握的东西 就没有一个和火沾边的 等出了火之国之后 沐月就暂停了这样的极限修炼 虽然他的实力 再绝大部分情况都能兜底 但还是稳妥一些的好 第210章 真来雷影啊 三川艇 位于川之国的西部地区 沐月带着弟子往这边赶的时候 能明显感受到 植被要稀疏了很多 火之国随处可见的森林 在这边很少见 这边的景色很罕见啊 戴土饶有兴趣的说道 到处都是匆匆绿树的火之国 他都看你了 川之国北部这边 倒是让他感觉有些新奇 要是再往西边走一点 还能看见沙漠 不过 我们得先完成任务 沐月笑着说道 不是住在沙漠 只是单纯一看风景 卫目的去看一下 还是很不错的 好哎 完成任务去看风景 戴土有点兴奋 要是有相机就好了 可以拍下来给小林看 戴土突然想到了 远在沐月的野猿林 戴土只恨 不能天天做A级任务 钱不够啊 相机可不便宜 虽然实习以来做任务 也赚了一些钱 但他和其他弟子 筹划着给沐月老师买礼物 还把不少钱给了奶奶 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 就不多了 接着沐月带着他们 去找到了住在三川亭的 委托人详细了解情报 委托人是一名 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不过从委托人的话中 沐月知道 这也是一次集资发起的委托任务 主要参与人是三川亭居民 以及附近的一些村落居民 这伙山贼最近几个月经常在我们亭 以及四崖山附近打家结社 但他们行踪诡异 上次请了武士们来也没有找到 最后无功而返 中年委托人叹了口气 大叔你放心 我们忍者可比武士厉害多了 收拾这些山贼轻而易举 戴土听完立刻说道 中年人认真打量了一下戴土 心中摇头 看起来就憨憨的不靠谱 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子 中年人感觉 除了成年的沐月 也就那个带着面照不说话的小孩 看上去还像个样子 我们会很快就会处理好的 沐月微笑说道 一群山贼而已 沐月没有放在眼里 再能藏 还能躲过他的白眼不成 那就麻烦忍者大人们了 还请尽快解决 我们这还好 丝牙山附近的村落 更是天天担惊受怕 中年人居公道 按照中年人的指示 沐月等人去到了 离三川艇不远的丝牙山 丝牙山要比他们上次 去的川北艇的山 要高尚一些 看上去也更加险恶 不过对于沐月这些忍者来说 再险恶的山 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毕竟 他们可以靠着查克拉的众 飞檐走壁 到了山上 沐月等人 确实发现了一些生活痕迹 但却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 难不成那些山贼 今天恰好去其他地方打劫了吗 麦特凯左顾右盼 没有看见一个人 有些疑惑 确实有人 不过都藏起来了 沐月摇头说道 这些山贼确实 有点东西 似乎提前得到消息了 提前分散隐藏了起来 如果他们遇到的是普通忍者 而且恰好没有狗类通灵兽 或者寻人手段 可能真被他们给混过去了 可惜他们运气不好 碰到的是沐月 沐月不是开了 而是根本没关 还没上山沐月 就把白眼给开起来了 一路看过来 不对劲 喂食魔会动作那么快 卡卡西查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如果是仓皇藏朵 一路走过来 应该会有痕迹的 我发现了一些人 先把他们抓起来问一问吧 沐月开口说道 紧接着 沐月带着弟子 将自己发现的那些山贼 给找了出来 有些山贼看袋土卡卡西 他们一副小孩子样子 想劫持他们 威胁沐月 有的被麦特凯一脚 把门牙踹飞 有的被袋土烧得嗷嗷叫 你们的首领是谁 其他人藏在哪里 沐月冷着脸询问道 山贼面面向去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不说的话 就请你们吃火球 袋土手上燃起火焰恐吓道 分开审讯吧 总有人不想死 沐月露出微笑说道 接着沐月把山贼们分成六组 分开审问 三个弟子各审问一个 而沐月分出两个影 分身审问三个 我们是不会出卖兄弟的 面对沐月的问题 山贼拒绝合作 这时 沐月的影分身走了过来 开口道 我那边的人招了 还有一些山贼 分别藏在山洞中的暗道 以及 原本一脸坚定的山贼 瞬间就傻眼了 因为他知道 那里真的有人藏住 于是 山贼连忙说道 我说我全说 饶我一命啊 山洞暗道那边 藏着四个 还有 山贼深怕自己说慢了 失去利用价值 直接把自己知道的藏匿地 点一口气说了出来 沐月脸色不变 其实都是眼界 他那边就关着压根都没审 那个地点是沐月发现 但是没有动手的 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些别人都已经说了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 你可以去死了 沐月拿出苦乌 走上前 朝着山贼脖子处刺去 大人别动手 我这边还有情报 有村民和我们合作传递消息 让我们可以精准抢劫 和避免围剿 山贼看着那锋利的苦乌 一下子就急眼了 迅速转动脑子 然后说道 沐月的动作停了下来 这个答案 他没有太过惊讶 别说和山贼合作 在困难的时候 有村子集体转成贼匪 都很正常 不过沐月没有直接相信 剩下的山贼 他依法炮制 最终得出结论 最初审问的那个 山贼确实没有说谎 把所有山贼抓起来 沐月再分开审问 让他们互相指认罪行 如果罪行够轻 而且举报有功 就可以免死 最终沐月杀了大部分山贼 带着剩下的山贼 把附近村子和山贼合作的人 给抓了起来 一起送给了委托人 情况就是这样了 他们怎么处置 就由你们自行决定吧 沐月对委托人说道 真是太感谢了 委托人惊喜感谢道 他没想到 沐月等人 居然如此迅速 过来一天 就把他们 头疼的山贼就搞定了 这些山贼真可恶啊 有手有脚的 不去工作 要去抢劫害人 走出三川艇 带土一脸 愤愤不平说道 看着沐月 审问山贼罪行的时候 可把他气坏了 有些人不仅劫财 连人都不放过 是啊 真是让人听得火大 热血少年迈特凯听了 那摩多黑暗话题 也十分火大 塔卡西沉默不语 他以前也做过 讨伐山贼的任务 不过都是找到 然后直接全杀了 反而没有今天 那摩生气 既然生气 那以后 要更加努力修炼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可是需要很强实力的 沐月抬头 看了眼天说道 接着沐月和之前说的那样 带着弟子们朝着西的地方走去 走到了遍地黄沙的沙漠 带徒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金黄的沙子 连一棵树木都没有 除了地的黄 就是天的蓝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了其他的色彩 好神奇 居然能有那摩多沙子 带徒感叹道 心中的怒火 被大自然抚平了一些 接着带徒好奇地用手 伸进了沙地里 发现烫得出奇 于是 拉着麦特凯和卡卡西 也把手烫了一下 就在沐月想着 要不要带着学生 在附近修炼 积天再回去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 沙漠中突然升起了黄雾 有人在快速奔跑 沐月直接开启白眼观察 但看清楚来人之后 沐月有些惊讶 带徒这嘴 确实有点东西 真来雷影啊 不过是未来雷影 对 有点好